拿到PR后你会发现倒数的工资少了 那是因为你要开始交工基金CPF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三个拿到PR后你需要知道的CPF知识 那第一个是关于你需要缴纳CPF的开始日期 在PR批准之后你需要完成一些手续 就会收到一张表格555A 也就是你的entry permit入境许可 那表格上面日期是你在新加坡获得PR身份的开始日期 如果你有在工作的话 你和你的雇主就需要缴纳CPF 那CPF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计算的 比如说你的PR是2023年1月14号获得批准的 那你的工基金缴款的第一年 就是从这个日期开始到2024年的1月31号结束 你的第二个工基金缴款年度 就是从2024年的2月1号开始 到2025年的1月31号结束 那从第三年开始的正常工基金缴款 就会从2025年的2月1号开始 第二个是作为新PR 工基金局会给雇员两年的时间比较低的CPF缴线率 那莫人情况下是PR的第一年 公司和个人只要进行部分缴款 缴款额度为每月收入的9% 那其中公司占4% 个人占5% 但是你也可以申请公司全额缴纳17% 你个人部分缴纳5% 一共为收入的22% 或者你和你的公司都全额缴纳 那公司缴纳17% 你缴纳20% 一共为收入的37% 第三如果有一天你决定放弃PR的身份 你是可以提取CPF里面的全部余额 那如果有Think Pass的话是可以通过网上提出申请和表格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以去任何一个公基金的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那你的CPF账户里面的余额呢 是可以通过银行准账 或者是支票的方式领取 如果你有参与公基金投资计划 CPFIS的话 你也可以清算你的股票啊等等 来提取你的投资金啊 那对于已经开始领取CPF Live的朋友来说呢 你可以选择提取没有使用到的保费 或者呢继续参与这个计划 那继续参与CPF Live的话 你还是可以通过新加坡的银行账户 每个月收到CPF Live的退休金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变好变优秀的Zoe 我们下期再见